而且最近確實在打序上來講的話 跟上半組感覺像 尤其是在一二兩棒有一點不同 比賽正式開始 第一球就積極地出棒 但是呢 被張振宇一把抓了下來 其實打得還滿強的喔 張振宇展現了很好 就是判斷的 這球打得強 所以他思考的時間就會比較多 大概想了零點零幾秒之後 跳起來 左邊一跳 直接把球給收監的手套 打得好 守得更好 當然重要職棒下一位兩百轟的 俱樂部的成員 最近的就是小胖林鴻 嗯 再包含了像是張志豪啊 還有高國輝 以及 朱玉賢 哇又跑到了洪中 但是這一位 昌振宇 這顆籃板球他抓得太帥了 nice play 哇這跳得太高了吧 沒有嗎 他越守越過來 昨天比賽其實比較接近二壘壘包 後來被打穿了之後再守過來 接下來這一次守了 又更靠近二壘守了 哇這是個標準的安打球 哇但這個立定跳的高度 可以幫他報名跳高了吧 你看他幾乎已經守到二壘的手被管驅了 哇他瘸子彈跳真的高啊 如果沒有站在這個位置 一定是安打 哈囉大家好 我是楊楊 看完影片呢 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點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我們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囉